財經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獲利方程事實戰教學 在今天這盤四格局 整體在加權指數 因為日系電的影響 今天 細品日月光 暫時進行一個停牌的動作 讓加權指數預估 在26號這一天 加權指數的成交量會是一個比較亮碩的過程 未來這個盤四格局到底要怎麼樣看 導播我們稍微RUN IN一下 因為在8436看起來一個頭型 非常明顯的一個出現 主要因為細品日月光一個停牌 再來就是說蘋果到底怎麼樣去看 未來一個趨勢性的方向 我們本週末的北中環巡迴演講 會跟大家聊到這些議題 詳細幫大家做一個解析 但是今天9點50分的時候 加權指數有一點點要去試圖 要去衝昨天的盤四格局的高點 我昨天跟大家預告就是說 由於台積電還有機會去過 我們盤中平板高點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在中網 在我們上節目的時候 是大概漲大概六七十點 盤中一度大漲到110多點 尾盤才有一點點震盪下壓 如果您可以去掌握到這個短波衝刺 而且這種收盤的形式叫做兩點高 量價是一個多方 所以這種盤式格局隔日衝是可以做多流倉 甚至於你如果研判會去做一個衝刺的動作 其實我昨天8點53分的時間點 空手的波段多端的部分 就一口氣掛了三筆轉折一成立 全部停準停力設好 全部就一口氣重壓掛單進場 8350就是等於試駕成交 好那今天衝高的一個時刻點 因為我剛講到了 預估是一個成交量量收的附近 那等於說昨天的隔日衝的兩筆買進的多單 好這個短波的一個獲利了結的一個動作 就先把隔日衝的30點先放在口袋裡面 那關於後續的趨勢盤式格局到底要怎麼樣看 好關於整個後續的盤式格局趨勢性的一個方向格局 到底要怎麼樣看 好我想這一次我們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怎麼樣去規劃這個第五波 有沒有一個回升的第五波 因為國際股市已經有一兩個市場確認是回升的第五波了 那我們家全指數有沒有機會是回升 好那長線上面我還是看12682會過 10393會過 10014會過 那問題是到底什麼時間過 那如果不小心也有先一個比較明顯的空頭回檔 同志沒有並不是 並不是會不會過的問題 問題是從哪裡開始漲 這才是重點嘛 好那整個盤式格局就像 就像520之前那個是絕佳買點 我們再來全力重壓進場 佈局不是一個很好的買訊嗎 好那其實關於整個終極區是一個保險的規劃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就是拉回來個股 類股內含次族群的一個方向 好那我們持續幫他追蹤 那今天也幫他追蹤 盤式格局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我先把第一段講完 好先稍微去觀察 因為是兩點高盤開出 他能不能夠在10點半再去衝今天日K線型態的高點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頂多是 這樣子的型態的小紅小黑的十字 好可是比較記憶會是兩高破平盤 那兩高破平盤變成壓力盤 那通常會有一個短波的一個向壓震盪之後 趨勢性的方向還是做多 但是可能買點就不會那麼早 好那甚至於其實 早上我在剛進節目中的一個現場的位置點 我們在8300點以上隔日衝動多單 波段單的一個部分成本比較高的也全數都獲利了結了 好那總之趨勢性的方向 我認為是整個大波段的結構行情還沒有結束 可是極短波我會選擇先 先看得到的紅包先放在口袋裡面 好那趨勢性的方向 我們8050的方向是告訴大家 初步的一個國際股市都過高了嘛 所以震盪壓回還是有買多的機會 問題是怎麼買 好那問題是接下來這個盤勢格局 呃 加均指數不能夠自己去做一個波形規劃 呃 我們一定要很透徹的把結構跟內涵看清楚 看清楚之後每一波都有賺錢的機會 好 尤其是 加均指數是不是能夠在未來發展成一個回升的波段 那如同我在上個禮拜五跟大家預告 蘋果概念股的定位真的非常重要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就跟我會員朋友聊到的 那禮拜二的盤勢格局也是一樣 跟我會員朋友去做一個預告 那是5月24號4月5月25號的盤後稿 就是昨天 好 離合盤勢格局 那因為瓶蓋股目前大多 絕大多數已經進入價值疊升反彈區 那你只要滿足幾個條件 類似那個鴻海 為什麼在七十二元這邊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明顯 強彈彈身的動作 我為什麼在5月6號 母親節前戲把鴻海送給大家 當母親節禮物 因為殺到7倍的本益比 而且殖利率如果配按照去年大概4塊多 殖利率高達5%以上 盤勢格局一指紋一定是一個強彈 好 昨天鴻海躺到哪裡 好 來 這是2317的一個鴻海 來 一根大長鴻 現在在哪裡 昨天已經快供到80塊 我們是在70塊錢嗎 你這個一檔股票 你可以重壓大買十張百張進場佈局 去賺這6塊錢價差吧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當成紅包送給大家 好 記得 積極一點的投資朋友 記得來跟廖老師領紅包 那不然大力光已經即將回升波創新高 這個都是比較屬於創新應用型的股票 像夜城也是一樣 昨天漲停板 那其實這個低檔壓回合空間 那問題是你可以看到 有些是有體財性 基本面趨勢性多發的個股 好 可是有些 他都還是隨著蘋果的銷售 會進行波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為什麼我在 有台的媒體 非凡商業週刊 我在3月10幾號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你要開始注意蘋果 今年的一個衰退的動作 當初可乘是在 好 可乘 來 是在這個位置點 我們出的這個 做看的一個位置點 告訴你說你要預防的一個 大惡浪回踩即殺的回檔 好 我們一字券開放 就是請我們會員朋友 是一個短空避險佈局 殺到哪裡 200塊 201塊 好 可是投資朋友 我們是在下跳式缺口 這根紅K高點的時候 告訴大家 買進進場佈局 好 那昨天這一個K線的一個型態 那實際上面是 沒有 組合K線的型態 沒有完完全全跟它 符合的型態 但是我建議給我的匯沒有看法是 你把這根小黑K移下來一點點 好 那它其實是有一點類似一組 我們這個技術班的別側 總之要把 如果說我們會員朋友 沒有把我們技術別側打開來 好 36組 K線的組合型態 我們在DVD光碟跟技術別側裡面 有交給大家 好 那你參考一組K線比較類似的 叫空頭拇指線 好 那既然殺到這根黑K的狀況之下 就不適合去進行一個追教了 但是 這個是昨天5月25號殺長黑 好 我是在518重壓大買到3比多單 好 那 那5 2 禮拜一的時候噴一根漲停板 好 我們也有當盤重的時間 才臨時把課程的漲停板測標加上去 隔天禮拜二 來 因為已經面臨的壓力帶了 每10張已經大賺了30萬 在218塊錢進場佈局 好 那面臨壓力帶耐心的 因為蘋果的真正熱門的出貨 時間點在哪裡 可能還是要等到8月份嘛 好 所以蘋果的價值區已經跌得很深 在這邊不適合去追殺 一跌到類似像鴻海7倍以下本益比 一定會一定要短波強談 問題是從這裡強談之後 一口臭雞就要回升嗎 好 其實不是 因為時間波基本面跟隨的速度 還要等兩三個月以上啦 好 所以這個 把蘋果的概念股的一個趨勢性的方向 把它掌握清楚之後 你就知道接下來這盤式格局很重要 好 我想一則關鍵的一個超盤的折訊 從218塊錢 好 到我賣的位置點大概249.5左右 這10張絕對是超過30萬元以上 好 10張絕對超過30萬元以上 好 已經來到壓力帶 全數獲利了結一趟 就在禮拜二的人 還沒殺昨天那根長黑喔 抽出資金轉買4803的VHQ 好 來 這張股票 也是我每次演講都公開跟大家報告的股票 盤中幾乎 哇 這個盤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剛剛一開盤看出名 還沒有殺盤之前就提醒到大家囉 好 那 關於盤式格局如果過不去 面臨壓力帶過不去 山窮水富宜無路 換個方向做一些思考跟調整 柳暗花明又一村馬 好 那過去 未來這盤式格局怎樣規劃 今天早上VHQ幾乎重新再把 第六根掌停板重新再要回來 好 來 這個是 24號的位置點 好 可乘隔天殺了一根長黑下來了 可乘隔天殺了一根長黑下來了 VHQ今天差一點點要回我們第六根掌停板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蘋果概念股會是我們這次演講會非常重要的主軸 那 好 包含大力光 包含台積電怎麼樣看 好 包含紅色 包含夜城 你把今年的財報本益比區間抓 好 我認為已經集團向可乘上來了 重新又回來 8倍 8.5倍本益比 這個位置點需要一點點耐心的一個調整 今年蘋果可能先採取一個相形的操作 時間波轉多方的時間到底在什麼時間點 我在演講會跟首爾頭這邊有做報告 好 那夜城怎麼樣看 群創怎麼樣看 洪捷科怎麼看 全新 穩貌 享受 好 那 美律最近表現得不錯 最主要它是Maker 有機會去切入這個訂單一個狀況之下 拉開一個波段高點 可是它到底是回升的股票 還是價值型區間操作股票 雙紅怎麼樣看 可乘怎麼樣看 你下壓到的這個218元 逼近201元的時候 是絕對嘛 是因為本益比已經殺到6倍了嘛 不賺這一根漲停板 那不是非常可惜嗎 好 可是拉高到底要怎麼樣看 那茂林 核碩 偉創 真頂 台俊 加聯益 台虹 華通 欣欣 紅准 郁金光 瑞宜 TPK 其實你只要把它的本益比 年報 第一季 季報 今年第一季的營收成長率 4月份的營收抓進來 以及它新品在WWDC之前 可不可以急速做一個 向上拉抬一個動作 把這些做一個詳細的定調 一個狀況之下 我想自然把你的資金 就會運用得非常有效率 你聽得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那就像VHQ 我每一次在我們 北中版人巡迴演講 全部都公開 事先跟大家報告的 如果你手上有這張股票的 這張股票為什麼我跟大家報告 是說 我認為它是最像 最有機會複製網家 網家第二 好 今年上半年比較強的股票 類似像星象 但是其實我認為 形象一個條件跟實力 它已經類似像網家 漲到400多塊錢 那個位階啦 好 要新一個波段 還有沒有類似像VHQ 這樣的股票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絕對有啦 怎麼樣去做一個掌握的動作 好 那以及 我們的生技精英班 這一次當然也還是我們演講會的主軸 可是這個 我們精英班 我特別獨立一條 叫做單股的訊息 就是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可能 在投顧市場裡面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然後 發現 手上老師股票 較勁的股票 可能10檔20檔30檔以上 你要想想看 只一條線就叫了十幾20檔 那總共六七條 陷入的一個狀況之下 一個老師叫了百檔股票怎麼追蹤 好 我們精英班理論上面 我希望可以集中到只有一兩檔 可是因為浩鼎已經噴出了三根漲停了 好 GR已經噴出了三根漲停了 好 差一檔漲停啦 好 差一檔 昨天漲停價是792啦 好 你如果在60元進場買進 你這樣10張就是7萬吧 這兩年的會費都已經回來了吧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關於整個盤市格局 如果您還空手的齁 你只要 這個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跟著我們直接切入進場佈局 因為還有一檔股票 金英班一號 類似 這次演講會也跟大家分享這一檔股票 那當然你可以提前 把我們的這一次演講會的一個作為預約起來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北中南相見歡 這一次的時間 全省相見歡 分別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加權指數波形怎麼樣規劃 那接下來領工第三季的主軸 有哪些在這個六月份第二季季底就會提前做一個發動 好 我相信想要撞紅包 你已經錯過六根掌停板的 既然短波的趨勢性方向比較明顯是壓回優先思考的方向還是偏多布局 那就要趕快不要等到這個行情又往上做一個向上拉抬之後 這個又錯過整個波段非常好的一個獲利的機會 好 那後續中期趨勢到底怎麼樣看 我們可能要從日圓 我們可能要從美與美國即將升息 好 那到從這個矽額波的一個洩行去做個分析 好 那下半段回來我們跟大家分享這些資訊 好 可是關於我們這一次全省鄉建華本週的一個活動的詳情內容 請投資朋友注意一下廣告中相關的一個資訊 好不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再回來 白天辦公室晚上做家事 我們的肩膀能扛多少事 高野家低基金不是一般的基金喔 百分之百原汁 控溫殺菌 真空安心 純純的原味低基金 好喝耶 還有還有 膠原蛋白 照顧家人疼愛自己 全家人的營養品 我愛這個家 我愛高野家 高野家生機食品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備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情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諮詢專線0225783777 0225783777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備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情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諮詢專線0225783777 0225783777 為什麼肌膚這麼水嫩Q彈 因為我有 SALA SALA水魔力 日本專利玻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彈戀愛 真的好彈 SALA SALA水魔力沐浴如 期貨股票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靈活佈局 您創部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期貨股票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靈活佈局 您創部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有不 它會被打喔 正光金絲高 不含戴克菲尼 不傷肝 正光家味金絲高 更有效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被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行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諮詢專線0225783777 0225783777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被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行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下午3點 諮詢專線0225783777 0225783777 別讓身體不開心 潘懷中告訴你 買染髮霜先看清標示 566染髮霜 沒有化學成分PPD 有天然小麥蛋白 變年輕人 不好不好 很開心喔 不然我啦 和我妹朋友馬龍勇566 歡迎你也一起烏溜溜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好 阿妹現場 那剛好就是在10點鐘 我們上節目的時間 就一個短波的下彈 等於這個盤四格局 在劉老師下現場 這10分鐘 可能比較難去 進行一個高點區的突破 等於兩眼高盤 在Buffer口角 請問沒有打開第7頁的別側裡面 兩眼高在10點半之前 你看觀察什麼樣重點 如果沒有過高的話 是壓力盤的形式 變成一高壓力盤 容易留上影線 盤中還有一個短波的回側 那今天的K線 就是小紅小黑十字 那到中黑的盤四格局 拉下影線為主的 這一個系列的K線轉折型 你把它抓出來 那你把這個先定調清楚之後 未來的操作就會很簡單明確 所以 就是 我為什麼跟所有投資朋友 講到說 他沒上現場之前 我們8300以上的多單 成本比較高的波 多多已經先 可是從就先賺起來 先放口袋 掌握下一波的機會 那既然確實性的方向 我還是 我沒有看那麼差 所以 新興會員朋友 我們一定會找到 相對漂亮的位置 再幫他買回來 怎麼樣做掌握 好 繼續回來 這個盤四格局的重點 這個是 鴻海的 董博爾向上噴的動作 來 演講會 還有沒有類似像 鴻海這個位階的股票 5月6號 我告訴大家不是底 最大量最 攻擊波浪走勢的 最低價最大量 他不是底 還會測啦 那又如何 買了啊 好 還公開送給大家 你有沒有領到梁老師送給大家 這5塊錢的母親節禮物 好 這個是賺了440塊錢的大力光 好 那 來 這個是 道雄工業指數的 蟹型 好 這個是到5月25號的收盤 好 其實我在5月19號給我後面朋友解盤 就是說 還會再漲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個蟹型之後 5月24號收盤 蟹波走四次發展到這裡 欸 昨天為什麼又噴出大漲 好 形態的位階 你把波浪的形態學起來 你把蟹型學起來 GR沒有三根爪停板 號頂沒有三根爪停板 那基因班二號 基因班一號不要再錯過 好 你願意的話 我們複製前一次演講會之前公開跟 今天電話可以跟我們做一個 基金卡會佈局啦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的看法是6月跟7月 升息機率會 絕對是大增啦 因為你看 這是免原指數 免原指數 是不是一個蟹型 幾乎笃定啦 就是 我們先不講6月 可是如果把6月跟7月加起來 就我在技術形態的看法 我認為是升定的 問題是升息是讓你做多還是做空 這一點你要定調清楚好不好 我們看到了一波很大行情的機會 想要賺錢的人 趕快跟上來 那不課前往 如果你恰循那個時間 剛好這個 不是 剛好沒有辦法到演講會 其實 行情很大喔 還有很多類似這個低檔區 美元跟日元走相反的一個走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日本的 最近一個型態喔 短波好像一個小底薪 也即將成型了 好 那理論上面 除非你是做外期的 那當然去找那個 美元指數的期貨 直接去做多啊 欸這樣 這個 美元指數的 槓桿被 欸這樣是 這一段抓到就賺很多錢欸 好 那問題是 後續的波段在這個 低檔的線型完成之後 有沒有我們國內的相關的一些 股票操作的一些商品 可以去追蹤美元指數 好 類似這種期貨的一個效果 好 演講會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 包含昨天的期多的部分 那 波段如果你在8050買進 這個已經是先賺了300點的紅包 一口是6萬了吧 好 而且 其實如果在這個 盤 為什麼我們要跟大家教學 就是說 好 如果你 比較沒有辦法承擔這個風險 或資金比較少 其實小資金也有 也有倍數活力的一個機會 來比如說我們先前跟大家講到的這個 少少的資金 你用賺到的部分 你已經賺了兩口多單 到520 好 已經賺了100點 你可以 比如說 我說的都是一個單位 然後你看你的資金大小 當然 如果你的資金比較少 好 怎麼樣 用少數的資金 也可以利用選擇權的倍數方程式 好 賺到的部分 無風險去拚 額外的倍數活力 好 大小資金都適用 好 比如說 你如果知道 禮拜一會大漲200點 那一天是賺三倍 好 那昨天一個盤式格局呢 如果是在 台子期貨的結算 週選擇權結算當天 其實 有一個很好的商品 有一個很好的操作模型 是這個 好 這個是 04W5的8300點 昨天已經結算掉了 你可以用少少的資金 把它複製成大部貴口數的台子期貨 好 比如說在找牌的時刻點 大概是成交在55點上下 56點上下 好 就是 你把8300點加上56點 好 是不是等於 你買進了一口 小台子期貨 在8356點的期貨 多單 那當天一定會結算你的風險 就只有昨天 好 那結算是當天 因為時間價值比較低的關係 你可以 這樣就會有一個效果 好 像尾盤的時刻點 你掌握到這30點下 很可惜在這個位置點沒有賣到 不然昨天又是賺一倍 好 不管 昨天 預設的就是說 把它複製成台子期貨的一個方式 去拼決算短波拉台 好 如果在 80幾點 86點附近 就是賺了將近六成 好 雖然資金少賺30點 好 但是你可以用賺的再去拼 倍數獲利 好 如果說你用60點乘以50等於 你一口小台可以用3000塊 那保證金是2萬嘛 你其實可以用3000去做一口 等於複製成一口小台 你乘以4等於1萬個就是一口大台 假設你有10萬的資金 你可以買到8口的大台 好 這6000塊錢的價差 這樣就48000 可是如果 停損 類似像這個當中我們要去設停損 你僅僅的損益就24點嘛 停損田律設出來 好 你損失 損失的部分就是1萬2 獲利的部分就是4倍 而且你可以複製成 8口大台子期貨當天的當中交易 不需要把增金 好 這個 這個 總之這個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還不太了解 善用一些好的工具去掌握每天 有機會一定會幫他進行一個掌握 那總之我們用盤中技術教學的方式 是你搭配劉老師的別策 齊短我們當中不留倡 齊波追蹤這300點的行情 當然這個行情如果發展成 我們所說的 好第一季的這個1730點 這樣等於一口台子期貨是34萬元以上獲利的機會 看你的資金波多大 你可以成大多商量的風險 你就可以賺多少錢 那基準經歷按照我們指令盤中 第一手去做掌握嘛 好 想要賺錢我覺得不會那麼困難 重點是 行情已經發展得越來越明朗 那每一個轉折的機會 我想盡辦法幫大家 及時的進行一個掌握 那我們精英班的1號 我認為已經在倒數計時 即將去布決的時間點了 那因為時間非常有限的狀況之下 關於所有系列部的規劃 前陣子你相信的話 北 中 台南 高雄 價錢指數的波形 哪些個股 升級精英班 還有哪些類似在右下角波形的 那些個股 我們都會在 想賺錢的人 自己進行其中一點點 好不好 住在這邊 或者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恩英語百分之百外師授課 英語聽說讀寫 No Problem 下恩讓孩子與世界更接近 全國分校招生中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備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情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 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 下午3點 諮詢專線 02-2578-3777 02-2578-3777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備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情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 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0點 下午3點 諮詢專線 02-2578-3777 02-2578-3777 02-2578-3777 全家讓一個人變成一家人 從此為愛出發 歐洲年度最佳MPV Citron C4Picasso Citroen 期貨股票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零火布局 零創部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よし ICKEN oils 你介 главное LIFE ALWAYS BETTER 亞洲頭顧留老師免備講座 520後第三季行情規劃 5月28號早上10點 下午3點 5月29號早上11點 6月9號早上10點